在最近联合国全体大会上就有关裁军与国际安全发表声明 他回顾全球专家正期待 一个严格控制五次贸易和消除核武的有行与可靠的成果 2008年度全球军费增加4% 大约141美元 总组教呼吁要加强多边关系以代替额外的军费 否则不能保证国家的安全 他重申 教廷承诺之力推行对军火贸易的条约 按法律文明规定来约束武器的进出口与转让 无论任何形式的武器 在国际、区域、国家市场上都不可能是极为交易货品 尤其是在纷争的地区上 出现不合道义的过剩储备或放肆贸易 主教要建议 核武裁军与不扩充政策 不应该阻碍我们对长期未能解决问题的视线与注意力 他总括说最近已开始一种新式的裁军周期 让我们保持善治 携手努力 确保国际的安全 促进多边机制上的功能 國安权 tv与多方言 1个鱼 顶事件 2个鱼 这个鱼